是你真好 破冰游戏开场 让首次参与大爱妈妈成长班的学员 加速月落 慈祭雪龙分会举办大爱妈妈成长班 蒲种慈祭供修处的报名踊跃 共134人 今年是第三年半 第一年半的时候人很少 工作人员很少 学员也很少 那时候牧的人是40多位 我很感恩我所带的妈妈们 大家都很核心很合群 我们主要是走入校园 然后跟我们的孩子来讲一个很棒的故事 给孩子来听 希望能够让孩子从里面学到品德教育 了解大爱妈妈的角色定义 还要学习如何活泼带动 道具制作也是被学的一堂课 这样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我们讲的是奥 初期学员都有同样目标 为了孩子的教育 以一个爱心去教导每一个孩子 我们不要注重他们的态度 因为我是补习老师 我自己有补习中心 所以我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我的学生 不只是为自己的孩子 妈妈群中一位爸爸的出现带来惊喜 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参加 希望打破传统教育方式 看见改变 我自己我本身就这种体制里面成长的 就是从小就是很关注功课 甚至乃至于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家里对孩子的一些关注点 都是你考的怎么样 然后现在是说由自己去做一个改变 对一些可能一些观念上的一些改变 然后自己也尝试的放下身段 全情的陪伍 期许爸爸妈妈们为爱的教育 增添力量 戴新闻王真盈 林彦均 马来西亚报导 继续